提升,敬礼! 請坐! 大家早安! 今天第一堂課我們來討論所謂一些美國的基本精神,對不對? 如果現在我們有這個論述,就說台灣真正的地位是什麼? 在我們看起來,台灣真正的地位還是必須列為美國的一個海外的佔領地。 所以這個就表示我們跟美國有各種直接跟間接的關係。 那這樣的話,我們基本上美國的一個海外的單位,我們可以要求什麼? 基本上我們先要求一個高度的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對不對? 這個就是很多人一直聽到一種海外領土或是什麼, 或是你聽到以前世界上各種殖民地, 有時候你想到當地人民就是受到很多的那個迫害, 或是他的人權沒有被重視,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這個第二十一世紀,我們不要有這樣的情形, 因為美國管理這個海外的殖民地已經有很多很多的經驗, 像什麼關島啦,以前菲律賓嘛,後來菲律賓獨立的嘛。 然後美屬沙摩啊,對不對? 還有Bay Mariana純島就是塞班那一代嘛。 我們還有這個波多黎克維京純島, 我們美國都已經有很多的這個管理海外領土的這個經驗, 所以從這個經驗還有管理他的五十週, 他已經知道怎麼做。 那我們要高度的一個日制, 就是變成說台灣人就是管理台灣人, 我們可以要求這樣的一個解釋。 那很多那個國家, 你聽到他的海外領土, 人民受到破壞, 那往往就是所有的行政體系, 全部都是那個母國所派去的, 甚至於他的立法單位,對不對? 都是沒有自己管理自己的團體。 所以為什麼美國最早的時候, 13個殖民地嘛, 美國東海岸,13個殖民地。 後來他為什麼跟英國要抵抗,對不對? 他跟英國要抵抗, 因為他要繳稅, 但是他在英國國會沒有代表權, 他不能講什麼, 他不能講什麼話嘛。 所以連要簽請那個英國國王這樣, 他沒有一個很相通的管道。 所以當然這樣就覺得心裡很不舒服。 那台灣是一個獨立關稅區, 那就像關島、美蘇、Samoa、 塞班這些地方, 他們是沒有繳聯邦所得稅。 沒有繳聯邦所得稅。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要很快就澄清, 我們要跟美國一步一步拉近關係, 我們很快就澄清, 我們這裡的公司個人不要繳聯邦所得稅。 因為我們是獨立關稅區嘛, 我們的稅是自己收自己用。 那我們給美國一些地方, 他可以做這個, 軍事的那個基地,對不對? 他有港口, 還有陸上的, 他可以做雷達戰, 他可以做, 航空基地, 空軍的基地, 他可以做海軍的基地, 陸軍的基地, 什麼都可以。 每一個基地就, 每一年給我們租金就好。 我們有這麼多租金,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檢測,對不對? 反正台灣很多,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那個什麼, 土石流啊, 還有環保問題啊, 這些都需要很多錢來做一個整頓。 OK? 所以, 我們基本上, 我們在這個體系裡面, 我們要要求我們的人權。 OK? 那我們就說了嘛, 我們舉例子, 很多團體他們說, 反正台灣要走上獨立, 台灣要進入聯合國總統, 但是他們忘記, 在這個前面有一些步驟, 你沒有辦法直接跳到那個獨立, 尤其是, 你現在還沒有搞清楚你是誰, 對不對? 這個就很奇怪嘛, 你就想到說, 我要跳到一個最後的狀態, 國際社會的議員, 但是你問他們說, 你目前你的國際地位確實是什麼? 你告訴我, 沒有人知道。 你問聯合國出經會, 羅榮光, 你說現在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他不知道。 你問黃照常說, 你要獨立, 那現在你是什麼? 他不知道。 你問所有的這些人, 沒有人知道台灣是什麼。 我跟他們都說過, 我說那不知道這個以前, 你要不要另外那個議題, 你要不要先停下來。 我講這個, 他們很生氣。 但是我說好, 這樣子好不好? 我現在組一個直升機, 然後, 我給你幫上眼睛, 你上了直升機, 我帶你到南部某一個平原, 我給你放下來, 直升機走了, 你眼鏡打開, 我問你, 高雄怎麼走? 你可以告訴我嗎? 高雄哪一個方向? 屏東哪一個方向? 你為什麼無法告訴我? 因為你不知道你現在在哪裡, 所以你不知道正確的方向。 我說那也是你們的論述, 你們的論述全部錯了。 因為你不知道你現在在哪裡, 你的論述, 你的方向怎麼可能正確嗎? 不可能正確。 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很淺顯的道理。 所以我們所謂的這個聯合論述, 林博士跟我, 我們共同做的這個論述, 我們確定我們在哪裡。 我們按照國際法, 我們按照那個周金山和平條約, 我們用美國的基本精神是法理情。 OK? 你的情講得再好, 別人為什麼要聽? 別人不一定要聽。 台灣人受的很多破壞, 但是我告訴你, 有很多非洲人受的更多。 啊他們今天有什麼辦法嗎? 他們國家有的時候也是, 還是今天亂七八糟。 那個聯合國要幫忙他們嗎? 不一定。 他們還是很窩囊在那裡。 那我們為什麼要要求別人幫忙我們, 把台灣做得比較, 走上一個正途呢? 是因為我們抓住了法理。 這個也是美國的基本精神之一。 我們拿出了法理。 所以不管你喜歡也好, 不管你不喜歡也好, 不管美國很多學者喜歡這個法理也好, 而不喜歡這個法理也沒關係。 啊不管中國喜不喜歡 九金山和平條約的這個, 對台灣地位的結論。 或是他不喜歡, 我們不關心這個議題。 因為他不喜歡, 他可以抗議到聯合國, 他可以抗議到世界法庭, 他可以抗議到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告訴他一樣, 對不起, 九金山和平條約這樣寫, 那是國際法。 你不喜歡, 那也沒辦法。 沒辦法。 OK? 那要麼呢, 好, 你退出聯合國好了, 拜拜。 你退出, 你會到你的中國, 然後我們會用國際組織幫你集出去, 然後到時候你就會到你的將綱。 你繼續你的將綱文化。 但是告訴你, 你下一次要進入聯合國的時候, 你要付全額的會費。 現在中國在聯合國付的會費是一點點了, 而已。 下一次, 或是應該直接漲。 他已經, 到時候說他是已經開發國家。 好, 那你要付, 按照你的人口比例, 你要付聯合國的會費。 喔, 那就不一樣喔。 所以, 其實他講很多, 我覺得這個不是重點。 他喜不喜歡, 不是重點。 法理就是很客觀的一個東西。 法理就是很客觀。 那, 等到人家可以了解究竟三合約, 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一般人看不懂。 他看不懂,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叫戰爭法, 他不知道佔領法, 他不知道怎麼看那個條約。 但是我們回到法理。 回到法理。 啊, 等到你會看懂那個條約, 喔, 台灣的地位就是這樣。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往前走。 OK? 所以, 我們有一些步驟, 我們必須完成那些步驟, 我們才能做到一個完成的一個, 一個新的國家或什麼, 這個都要一些時間。 所以, 我們這個過渡時期, 國防外交先包給美國去。 這個, 有很多例子嗎? 這個有很多例子。 啊, 還不是關到什麼啊, 波多利克。 啊, 目前都是這樣做。 他沒有自己的軍隊。 maybe他有一點點的自衛隊。 但是主要, 如果別人要侵略他們, 都是靠美國的國防部,對不對? 美國憲法有寫, 共同國防。 它是共同國防。 所以所有的地方, 不管你是北邊到阿拉斯加, 或南邊到夏威夷什麼島, 都是美國國防部在處理。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方式。 我記得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就像我像高中大學。 啊, 你談到這個生活中, 也談到一些美國的基本精神。 那當然一個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他們所覺得公平。 對不對? 公平。 公平是很大的一個。 所以你談什麼事情, 你都是談公平。 還有談正當法律程序。 他通常都是要強調這個。 所以我記得,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高中, 有一次在高中, 我們高中, 那個接近五月, 它是很熱,非常熱,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高中是很, 我上的高中是美國數一數二的高中, 大概是絕對在前提名裡面。 是一個私立的。 兩百多年的歷史。 我們都是穿西裝領帶上口, 都是很正式。 然後有的時候教授, 他會說好, 你外套可以拿下來。 喔, 因為好熱, 你就把它拿下來。 有一次我們考試, 那個差不多快六月的時候, 我們要考試, 老師說好, 你外套拿下來。 外套拿下來, 我們有一個同學, 他很熱, 他臉, 他這裡前面是這樣。 但是後面他脫掉外套以後, 他後面衫衫是全部沒有了。 衫衫全部沒有了, 就前面你看OK。 後面是全部那個背露出來。 沒有穿內衣, 所以全部都是背露出來。 他在考試, 這個老師過來說, 欸, 這是什麼? 你怎麼沒有傳簽衫呢? 他說, 我有傳簽衫呢? 老師說, 欸, 這樣怎麼叫做簽衫呢? 我要考試啊。 好,OK。 這個先考試再說。 所以他就把, 老師當然把這個案子提到那個, 他們有一個委員會就是, 處理學生的行為嘛。 啊, 我們有一本書就是, 隨身行為的規定嘛。 我們有一本書就是, 我們有一個那個小車子啊。 啊, 後來, 他們開會, 他們在暑假開會, 我們後來也看到紀錄, 啊, 他們在討論。 好, 這本小車子, 說, 隨身要穿簽衫領帶什麼那些, 老師可以這樣, 簽衫的定義有沒有寫? 沒有。 沒有寫。 好, 事實如此, 這樣隨身講的對不對? 他講對喔。 沒有寫簽衫的定義。 那這樣, 說他沒有穿簽衫, 能不能成立? 那他們投票結果是, 也不能成立。 這樣子就是他的一個, 按照規定一個正當法律程序。 那, 這個手冊, 這個行為規則, 要不要改? 當然可以改, 可以提議, 他有一個修改的方式, 你可以提議, 你可以公布, 你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啊, 他們就覺得, 哎呀,這個偶發實踐, 不值得去修改。 所以就這樣, 所以發不出去, 學生贏了, 老師輸了。 這樣。 那有沒有造成很多別人這樣做? 也沒有耶。 沒有別的學生說, I mean, 他可能家裡很有錢, 他把一個很好的衣服都剪掉, 有沒有, 我們, 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浪費一個很好的衣服。 所以, 他這樣做, 並不是很多人馬上就跟上。 但是就是, 其實學生就了解, 你有一些權利, 有沒有。 那, 那, 來到台灣以後, 我來了三十多年嘛, 啊, 我來的時候, 我講這個故事, 每一個人搖頭, 軍事中道。 你做什麼事情, 只要跟老師的意思違背, 就是你錯了。 他覺得是這樣。 很多人告訴我, 但是, 台灣或是這個中華的這種傳統, 就是軍事中道, 沒有, 學生沒有, 沒有分, 你不能跟老師爭這個。 所以, 你發覺就是說, 這個, 基本上, 什麼叫公平, 這個不一樣。 就像我們, 我們的家庭, 很可能在美國家庭也是說, 欸, 如果書家要去哪裡玩, 那我們就, 媽媽提這個, 爸爸提這個, 小孩子提一個案子。 如果, 如果大家都, 基本上是那, 某一個經濟預算以內, 大家可以提案子, 大家可以投票。 這個時候, 如果你有三個孩子, 爸爸媽媽兩位, 小孩子就很有力量。 小孩子如果聯合起來, 我們就可以搶行通過, 我們要去哪裡。 這樣就, 就變成一種, 變成一種民主的方式。 所以, 就是說, 在家裡, 在家裡也有, 也有, 一些民主的成分, 或者媽媽會說, 欸, 禮拜幾, 我們要煮什麼特別的, 你想吃什麼。 對不對? 而姐姐想吃什麼。 好, 連我小時候, 我們, 我們不是很富有的, 所以, 不是像現在, 現在很多家裡, 每一個孩子都有一個電視劇演。 以前我們是很強調說, 我講大的時候, 三個孩子, 我們很強調說, 你不要彼此協調。 我爸爸媽媽很強調這個, 你彼此協調, 你要看什麼節目。 啊, 這個也是, 互相學習。 那如果, 晚上爸爸在家, 你還要跟爸爸協調。 媽媽, 比較沒有意見, 但是, 要做一個協調。 那其實, 你就看, OK, 一個禮拜, 爸爸要看哪幾個節目。 好, 就先講清楚。 好, 他要看這幾個。 那我們想看, 有的有重疊, 有的不一樣。 那我們這個時候, 可不可以看這個。 啊, 你這個時候要看這個, 那我要看這個。 那怎麼辦? 那禮拜六, 你檢草。 啊, 禮拜六, 你洗車, 交換條件。 啊, 有時候這樣, 這樣也是一個就是, 互相協調, 有一個雙贏, 三贏, 四贏什麼的, 一個結果。 我想這個, 也是美國的一些, 一些基本精神。 他希望, 大家一起有個好的結果, 對不對? 而不一定, 是一個硬性的一個模式。 我們就規定, 誰是對的, 誰是錯的。 所以, 我以前我聽說, 有這個, 我們以前一個, 台灣的, 就是我們以前開很多補習班, 我跟我太太開了二十年的補習班, 我們到十幾年前都關了, 我們一九九七年就關了, 我們那個時候開補習班, 我們東西南北都有分班, 我們高雄有一個主任, 高雄班有那個主任, 他說他去美國留學的時候, 好像他住在那個家裡。 他看, 有一次也是他們好幾個孩子, 那個孩子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看他們討論, 結果有一些吵架, 後來, 那個爸爸來協調, 那個爸爸協調他們事情, 也都是在試著去看, 什麼是公平合理的一個做法, 不偏不移的。 他說他看他爸爸協調他們, 家裡爭執, 他很嚇一跳。 因為他說在台灣, 他講到時候不是這樣。 他說在台灣, 他從小被教導的就是, 大的要讓小的。 就是這樣。 他這樣講, 我說美國沒有說, 一定誰讓誰。 對不對? 所以, 連現在那個女圈運動, 有一點反彈。 你如果看那個美國電影, 不是有的時候, 一個旅館嗎? 對不對? 那個男的就把門打開, 然後就進去。 那個女的在後面, 好像那個門已經關上了, 那個女的還站在那裡有沒有。 因為那個女圈運動的另一個反彈就說, 欸, 你也是人, 我也是人, 平等, 那你開自己的門好了。 有時候他在諷刺那種情景。 我們以前都是要開那個門給女性嘛。 但是現在女性要求那麼多權利, 那有的男的會說, 那你自己開嘛。 所以他男的會自己開自己的門, 然後把門都關上, 讓女的站在外面自己拿。 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們要不要批評這個男生? 要不要批評他? 但是 maybe他的感覺就是說, 欸, 不是男女平等, 我開我的門, 他為什麼不開他的門。 我們可以有自己的解釋, 我是比較習慣把門打開, 讓女性先走這樣。 我是比較習慣這樣。 台灣人對這個禮貌是什麼? 我有時候覺得像我們這樣, 像我這樣會開門給女性先走, 好像在台灣越來越少。 我跟我太太參加幾個台灣人的旅行團嘛。 我們有參加幾個旅行團, 有一個到那個東歐啊, 有一次我們去東歐, 那個旅行社說我們是, 我們這個團是第一個團到那個東歐去, 啊, 包甲利啊, 他說我們是第一個團, 好像是很早, 1991年還是什麼東西? 1991年, 這樣20年前對不對? 我跟那個台灣團體去, 那個其中發生很多故事, 我也看到台灣人受到的那個不公平的待遇。 那個時候我心裡也很痛, 我看到台灣人受到那個不公平的待遇。 我們團裡面三、四十個人, 我們進入那個包甲利的海關, 我們大概下午差不多六點到, 我們在那個海關, 晚上十點、十一點, 我們都還在那裡等。 那個我們導遊好像跟海關在談什麼, 我不知道在談什麼。 半夜十二點。 我們以為到了以後, 了不起一個多小時經過海關到旅館吃個晚飯, 是不是睡覺, 是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長途飛行到歐洲去嘛, 半夜還沒有出關呢。 我團體說, 那你問那個導遊到底什麼問題啊? 我問他說, 欸, 到底什麼問題? 他說我還是跟他們談判啊。 我說談判什麼? 他說他一個人要加一百塊啊。 一百塊美金啊。 因為台灣, 他跟你沒有邦交耶。 所以, 所以他宰你。 OK? 這個, 又是變成國際股額的那種, 那種很, 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 我說, 那我也要付的時候, 你不用付, 你美國護照, 他不敢拿你什麼錢。 就這樣, 我馬上看到這個不公平待遇。 我說, 那這樣不好, 我們要談判到什麼時候? 他不知道, 他開始一百五, 我已經漲到一百, 我還在談判啊。 我才想, 哇, 這樣, 要投很久。 他說, 那這樣, 你過去, 你說你是, 美國的什麼, 觀察員, 跟著這個團出來啊。 啊, 你跟那個海關說, maybe比較好談話。 你就跟他們握我手啊, 什麼那些。 我說, 我說好。 所以我跟那個海關, 啊, 點點頭, 握握手。 他跟我講一點英文。 後來好像是, 我們六十五塊差不多成交了。 所以, 我們就可以進去了。 啊, 你看到, 我親眼看到這麼多不公平待遇。 後來跟那個導遊談, 他說, 全世界很多是這樣。 全世界很多是這樣。 OK, 所以我們到了, 我們到那個地方, 結果是, 是冬天啊。 我們是冬天, 因為那個二月去了嘛。 二月去就是, 台灣這個春節這個時候去。 啊, 結果我們上那個車, 啊, 每一次開到一個站, 其實那個地上不是都, 下雪都滑滑的。 我每一次到一個站, 欸, 沒有人幫忙, 我就站在那裡, 然後那個台灣人, 一個一個, 他下車, 如果是女的, 我牽著手。 啊, 如果是男的, 我就抓個手臂, 對不對。 我很怕他們滑倒。 因為那個冰天雪地, 我從小我, 比較習慣一點。 但是他們很不習慣。 我在想, 如果他們滑倒, 受傷什麼, 這很麻煩。 所以我一個一個, 我就幫他們, 然後就稍微扶他們, 來, 來下車。 啊, 我覺得說, 有時候我們, 我們要給人家一點幫忙, 對不對。 因為, 其實, 我們也好, 他也好, 對不對。 我們也好, 他也好, 如果他發生什麼事情, 還不是會拖累, 所謂的。 啊, 你, 你海外地方不熟悉啊, 萬一他要就醫什麼, 我們這個會, 會造成, 整個團體會造成他們的不愉快。 所以, 我的感覺, 其實這個也是我爸爸媽媽從小教我的, 就是, 幫忙, 幫忙人家一下。 所以, 我覺得說, 這個也可以作為一個基本精神。 台灣, 台灣這方面, 有的觀察到還沒有, 還沒有說, 還沒有說做得很好。 啊, 這個, 這個是我們都可以學習。 或是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別人, 別的國家的人, 我們要學到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要注意到, 他有什麼理解, 他有什麼理解。 啊, 我們要了解到他們。 啊, 如果他的理解是這樣, 那我們稍微, 稍微注意一下。 那 maybe, 有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 台灣人做得比美國人好。 因為, 我記得, 小孩子讀那個小學說, 三年級, 我跟我太太, 還有兒子, 還有另外兩個朋友, 我們去看一個卡通影片, 叫做什麼, 埃及王子。 我們去看一個卡通影片, 埃及王子。 結果, 看過那個電影就是看那個, 不是, 好像是那個, 優太人在埃及, 受到很大的迫害, 有沒有。 他們要走了嘛。 啊, 整個那個聖經的這一段歷史。 啊, 出埃及記, 這些東西。 啊, 我看以後, 我覺得說, 欸, 這個故事其實, 有時候跟台灣的情形, 也有一些類似的。 因為就說, 人民受到那種破壞中, 那後來, 我太太看那個電影, 好像很感動, 她就回來說, 呃, 我已經打給旅行社, 要去埃及, 看看。 她回家就跟我講, 我說, 欸, 我現在這個時候, 我沒有想去埃及。 她說, 那我就, 帶著兒子, 我們就走了。 所以她, 她真的就, 而且那個時候, 剛好我兒子在轉學, 她從一個學校轉到, 另一個學校, 所以, 那個學校, 有時候會打電話來, 要我補什麼文件, 或是要, 跟老師談談, 還是什麼東西。 真的, 那個時候比較忙, 我說, 那我留在家裡, 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 太太跟兒子就, 就, 就飛到那個埃及去。 欸, 我太太出門以前, 她就問我說, 欸, 我去哪裡買你的頭巾? 啊, 我說, 什麼頭巾? 她說, 那個埃及人都, 都保著頭巾, 女的都保著頭巾。 啊, 我自己在想, 欸, 哇, 真的, 她對那個回教, 就是帶著一份, 很謙虛的那種, 好, 你有什麼規定我來配合, 有沒有? 啊, 我自己, 我有一點感動, 因為我覺得說, 欸, 你還是基於一種尊重, 一種心理, 有沒有, 你去, 如果是美國人, 說不定, 美國人還是覺得, 嗯, 世界人權宣言, 也沒有說, 我要戴頭巾, 我戴什麼頭巾, 有沒有, 但是她, 她作為一個台灣人, 她反而, 她自己的身份, 她說, 我, 不要是別人, 對我們台灣人有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 我要怎麼戴, 欸, 她問我, 你會不會, 她又說問我很奇怪的問題, 上下的問題, 她, 你會不會包那個埃及頭巾? 我, 我不會, 我美國學校也沒有教啊, 我不知道怎麼包, 她說沒有關係, 大概到埃及導遊會, 教我們怎麼, 怎麼帶, 不過她有這個心, 我覺得是很好, 就是比較國際的嘛, 所以這個有時, 她注意到別人, 有什麼樣的那個禮貌啊, 然後, 她就跟他們, 跟他們配合一下, 我覺得, 當然這個是很好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典範, 就像, 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碰到那個, 有的人吃素, 對不對, 有的人吃素, 那你說, OK, 好了, 那你吃素, 我尊重你好了, 結果你, 你忘了, 她吃素不是這麼單純, 連她, 她煮的那個蔬菜, 那個鍋子, 是不能碰過肉的, 有沒有, 不是說像我們, 隨便, 我們先煮糖素排骨, 等一下再給她煮一個蔬菜, 那她說那樣不行, 你必須完全有不同的果子, 所以, 這個也是, 我們都, 世界上的人是有什麼習慣, 我們都在學習, 我想如果我們可以, 可以配合這一部分, 當然也是, 在世界大統裡面也是, 也是比較好,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基本上, 我在美國, 我會看到一些, 這個, 我們大標題就是一些公平的事情, 還有一些, 就是有關你的, 你的正當法律程序, 對不對, 我太太說, 那個, 她在, 她以前在台北, 她住的屋子是在, 她以前住的屋子是在, 她以前住的屋子是那個, 蔣公廟附近, 她們就叫蔣公廟, 一般地圖上學, 蔣介石紀念堂, 就在那個附近, 在林山南路, 她在那個, 她說每次如果有國慶, 如果有國慶, 或是那個時候這個, 十月二十五號, 但是有那個大慶典, 那個憲兵都, 都會來禪位, 所以很多那個大慶, 都會出現在那個廣場, 可能延長, 或是, 或是反正都要聚集在那裡, 這個慶祝一下, 啊, 所以附近所有的大樓, 什麼那個憲兵都會去, 一會一會的去查, 啊, 什麼鎖索證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 完全都沒有, 他就是敲著門那個, 敲著門, 然後進來, 然後什麼, 什麼東西都是, 什麼翻箱倒櫃都有, 他說那個很不愉快, 你要談你的什麼, 法律程序的什麼, 他才不理你呢, 啊, 這種, 美國人, 對自己的那個, 對自己的那個, 那個所在地, 或是那個, 他的, 甚至於他的院子, 哇, 他對這個是非常的要求的, 就是說, 你連踩上他的, 他自己的院子, 你踩上一步, 他就覺得說, 你侵犯我的土地, 他可以跟你講, 你侵犯我的土地, 你馬上離開, 他也不管你是, 你是一般人, 或是那個執法人員, 執法人員, 你的文件在哪, 他這個看的很重, 他這個看的很重, 要, 就是說, 說保衛自己的那個, 所以那個, 那個, 所有船, 那個所有船的觀念, 那個美國人是, 是非常的, 非常的那個強烈, 他的房子, 他不讓什麼人隨便進去, 對不對, 他的土地, 就像我們後來, 我爸爸媽媽搬到美國那個鄉下的地方, 那個鄉下的地方, 很大很大的土地, 但是你也不能隨便走, 你也不能隨便走, 你也不能隨便走, 因為每一個人家的土地, 他絕不會允許你, 跨越他的土地, 譬如說, 那邊有個湖, 對不對, 那你要去那個湖, 對不對, 啊這裡好多土地, 讓那個馬路繞得很遠, 啊你就說, 那我就從這裡走過, 喔不可以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他不會允許, 啊你要記得, 他有槍啊, 對不對, 他有槍, 他出來, 他一定往空中飄, 欸你在幹什麼, 對不對, 就像美國有那個, 不是曾經, 在德州哪裏, 他有很不幸的事件, 好像什麼日本留學生啊, 不是什麼日本留學生前幾年有那個新聞嗎, 啊美國, 叫你僵住, 他就很凍結嘛, freeze對不對, 啊我們看警察片, 我們都知道這個俗語, 我們都知道, freeze對不對, 就是不要動啊, 啊那個日本留學生他不懂, 這個英語啊, 所以他在, maybe他在發廣告, 還是他在幹什麼, 啊人家看他塔上他的土地, 開始往他的房子走, 人家就很freeze, 他沒有停, 啊那個人就直接開槍, 很不幸, 很不幸的一個事件, 但是, 你就是說你要了解, 每一個人的那個, 或是每一個國家的那種, 那種情形, 所以, 我們記得, 我們到夏威夷的時候, 然後有當地參加當地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就是比如說一日遊什麼, 你有很多地方, 夏威夷那個歐阿湖, 那個島, 夏威夷那邊, 啊後來島有跟我們講一句話, 我都聽了以後說, 哇, 那我就了解夏威夷是怎麼一回事, 他就講一句話, 他說他, 他這個時候跟我們講, 他說, 夏威夷沒有私人海灘, 他跟我們這樣講, 就像那個島, 他說沒有私人海灘, 所有的海灘都是公共的, 那這樣子你頭腦就打開了, 你知道你隨便到哪裡, 你要到海邊, 要在那個沙灘上去曬個太陽去游泳, 都可以, 對不對, 不必怕說這個是別人的這樣, 所以他這樣一講, 我馬上了解那裡的法律情形是怎麼樣, 就像美國很大, 50州, 有的州, 你那個紅燈可以右轉, 有的燈, 有的州不行耶, 啊你習慣這個州, 你走到別的州, 他就被開發單, 所以你真的要入境水族耶,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 那我, 我曾經, 我曾經, 我到那個台北火車站, 結果, 我跟那個外國人, 我跟那個外國人在台北火車站, 輕碰大雨, 我忘記是幾號, 但是反正你去那個入口, 左邊就看得到像那個新廣大樓這樣, 就是比較往西門町那個方向, 結果輕碰大雨, 就一個計程車停下來, 客人一下, 這個外國人的習慣是什麼, 哦, 計程車來了, 你有看電影嗎, 紐約計程車一步難求嗎, 看到別人嚇, 就馬上搶過去, 有沒有, 所以他也是這樣, 馬上就搶過去嘛, 就搶進去, 啊, 其實在台北那個是違法的, 你知道嗎, 但是, 但是, 他下那個計程車, 他上那個車, 我跟他去上, 然後, 那個警察就過來說, 哎, 他就跟他講, 這裡下車就不能上人, 那我自己, 我是有外國人的臉, 所以我也不要講華語, 我就說, What? What did he say? 對不對, What's he talking about? 我另外那個外國朋友也不會講, 但是後來我在想, 這個也很不合理, 你有沒有貼什麼公司牌, 你裡面有貼嗎, 那在別的國家也不是這樣子, 在別的國家是下車, 上車一口氣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問題, 在這裡是, 上車是一排, 下車是不遠的, 所以我想, 後來那個司機連頭拉得好長, 因為他, 他可能被罰, 但是他沒有辦法, 輕盤大語有要我們下車嗎, 他也不想這樣, 所以, 也不公平, 但是我們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台灣這樣的規定, 應該是不太合理的, 我應該反映那個, 太北有什麼大什麼, 1999,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情形, 如果說跟, 是為了世界的那個, 整個禮貌的橋樓, 應該是, 應該是, 有時候要反映一下, 這個又是, 美國的基本的想法, 就是說, 如果有什麼不對, 所以, 那我們來反映嘛, 我們最好可以反映, 反映的話, 我們希望說這個可以好一點, 這個可以好一點, 而且該做的, 就該做, 不該做的, 就不應該做, 如果每天社會這個地方改善一點, 這個地方改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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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後就整個社會, 就改善很多嘛, 那, 問題是, 台灣長期以來, 就是, 其實, 我是感覺這個政府, 他不是要把社會改善, 對不對, 他是想辦法說, 把這個整個台灣, 把它移交給中共, 他不要管, 所以他沒有, 沒有興趣來慢慢改善, 他, 有的是興趣是, 保護他自己, 所以我, 因為現在, 外國人在台灣越來越多, 我有時候要跟他們講, 我說, 他們, 在台灣有很多誤解, 他在, 他走在一個街上, 他看到這個街上好像很繁榮, 這裡有開牛排館, 這裡有賣三明治, 這裡有三溫暖, 這裡有什麼什麼什麼, 哇, 台北好發達, 他們就覺得說, 欸, 他們也想, maybe, 開一個什麼, 開一個公司, 做一個什麼這樣的生意, 或是, 他自己本身是做, 亂練身體, 他開一個小健身房, 他是做什麼, 或是他以前, 學練餐飲管理, 他開一個什麼館子, 什麼館子, 我都有給他們提醒, 我說, 別人在這裡可以開啊, 不是表示你可以開啊, 他說, 欸, 那個規定不是都一樣, 我說規定都一樣, 沒有錯啊, 問題是, 你碰到問題的時候, 別人一個電話可以處理, 你外國人, 你沒有關係, 你什麼都不能處理, 就像以前, 這個怎麼說呢, 以前有個公司嘛, 以前有個公司, 然後, 我聽那個外國人說, 他去那邊上班, 結果有一個秘書在那個公司, 他每天坐在那裡, 他在翻一些文件, 但是有時候他看看報紙, 其實他看那個秘書, 從早到晚, 他是整理一些東西, 還是做一些什麼, 但是搞不太清楚, 好像從來沒有人去跟那個秘書說, 欸, 你這個好了沒有, 有沒有給我, 你這個什麼, 好像他在做自己的什麼事情, 不太知道, 他整理一些檔案, 但是也沒有看到別人拿那個檔案, 也沒有看到別人的東西給他整理, 所以anyway, 他信到那個公司, 他搞不清楚, 這個消息到底做什麼, 結果有一天他終於搞清楚, 有一天那個老闆都出來說, 欸, 我們現在那個台中分公司, 有碰到問題, 說要取締, 那我們那邊, 員工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這個林小姐, 你看, 是不是幫我一下, 林小姐就看那個, 看一看, 然後他撥個電話, 爸, 他說台中分公司要關了, 那這樣不好, 我們怎麼做生意啊, 你會處理, 好啊, 好啊, 拜拜, 這個以後, 這個台中公司就繼續做, 沒有什麼事情, 你懂了嗎, 有一些人在社會上, 他爸爸一個電話, 可以把水鑽處, 消防局, 監管處, 全部可以壓下去, 一個電話, 有這種人, 那他爸爸就是這種人, 所以他每個月在那裡領薪水喔, 他可以領薪水喔, 他不必做事啊, 不必做任何事啊, 這種故事在台灣現在有, 以前更多, 以前更多, 所以你說, 他們要照顧的是他們自己人, 不是照顧別人, 對不對, 那這個, 是不是, 違反美國的基本精神, anyway, 到現在應該算, 因為現在我們盡量, 就像現在, 我, 我們, 以前那個補習班, 那個, 我們有來了幾個, 也有那個黑人老師, 他是美國人, 或是, 或是了不起, 他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就是說, 他的腔調也是北美洲的那個腔, 有的人對英國腔, 澳洲腔有一點, 有一點不習慣, 但是他的腔也都是美國腔啊, 都是那個北美洲那個腔啊, 他有, 他有的是有碩士, 還有什麼教育學分, 有什麼什麼什麼, 啊, 我們拍到那個分班, 哦, 馬上那個主任就叫, 怎麼拍一個黑人來, 有沒有, 他們, 哦, 他們就馬上, 馬上就叫, 那個人有什麼教育水準, 什麼在搞, 所以, 我都要去, 我必須去, 我必須, 可能陪著那個人去上幾個課, 然後跟小朋友都, 用那個黑人老師來, 你上完課, 你還要請小朋友排隊, 一個一個握手, 因為他不知道, 握完手會不會變黑色, 他們都不知道, 沒有接觸過黑人, 對不對, 看到黑人那個, 裡面白, 外面黑, 他們也很好奇, 為什麼裡面白, 外面黑, 對不對, 啊, 你像小孩子是不是剛生出來比較白, 後來慢慢黑, 還是怎麼變成黑呢, 你叫他們, 好, 現在有黑老師, 你來發問, 哦,他問的問題, 你, 很天真你, 對不對, 啊,你出生剛是不是白的, 後來變黑的, 還是你出生也是黑的, 你爸爸媽媽是黑的還是白的, 他們都不知道, 沒有接觸過黑人, 那, 那你那個, 你小時候吃的東西, 有沒有吃那個黑糯米特別多, 他會問這樣的問題, 那你就, 你就不能批評他們, 他們又接觸過嘛, 就讓他們做這個交流, 那後來他跟老師打成一片, 那就比較好了, 好帶, 但是剛開始要花, 好幾份的那個心思, 很多力量, 讓那個台灣的小朋友, 接觸到那個黑人, 就比較放心, 還有爸爸媽媽, 如果爸爸媽媽要跟老師談, 你最好一個白人坐在旁邊, 嘿嘿嘿, 這樣讓他們, 他也是人, 欸對, 跟他談都可以, 欸, 他們不了解, 所以, 當然我覺得這是一種國際的溝通, 也是好的, 所以現在在美國, 我們對那個也不能有什麼排斥的感覺, 我們要, 現在都是要意識同仁, 對不對, 這個是基本上這個, 國際的這個要求, 對不對, 這個也是我們, 當然去世的一個, 一個基本的做法, 甚至於, 我們不能, 對他們有什麼血液, 這個, 小孩子有問這樣的問題, 如果我們大人長大, 還有這樣的問題, 存在我們心中, 那實在是, 這一部分已經, 已經不太成熟,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更了解, 跟別人的什麼相處, 所以就是, 就像我說的, 我們也觀察別人的, 一個習慣, 就, OK, 在我們休息前, 我就講過了嘛, 有一個人, 他很糟糕, 他在外面, 他剛剛在, 他剛剛在, 可能是, 種東西嘛, 他一進來, 碰到那個黑人, 有沒有, 碰到那個黑人, 那個黑人說, 嗨, 所以第一個反應, 不是握手嗎, 他就跟他握手嘛, 但是後來, 握手完了以後, 他就想到, 欸, 我剛剛在那個外面, 那我手很髒嘛, 他就擦他的, 那個牛仔褲嘛, 啊, 啊, 這個是很不禮貌的, 你, 跟黑人握手不能, 不能, 因為是表示你是髒東西嘛, 對不對, 你這個要非常, 非常的注意, 不會這樣, 他大概會揍你,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禮貌, 要非常, 要非常注意, OK, 所以我們, 我們, 先談, 第一個階段先談到這裡, 那等一下我們再繼續,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個贈個節, 神經病哪裡 exempel, 謝謝各位, 。 謝謝各位,